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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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是属于那种就一锅性的 短时间的 但是有一些观众据我所了解 耳朵里真的就是一直存在着这样的声音 所以就会觉得很吵 很闹得慌 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仔细说一说 什么样的原因有可能会引起耳鸣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一位专家 让他来帮你解释一下 好 掌声欢迎来自于中日友好医院的李时良教授 欢迎李教授 您好 李教授 欢迎您 耳鸣 这个是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耳鸣的话主要是原因现在不是很清楚 医学上来说现在没有非常公认的原因 而且呢每一个人的原因可能也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法来处理耳鸣 但是作为我们医生来说呢 只有找对了病因 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 才有可能有效 那先请您落座 待会慢慢给大家介绍啊 连续您有没有发现 自己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二鸣有可能就出现了 明显的就是因为我不喝酒 就因为我喝完酒之后难受 好多反应 头疼 我吐什么的 关键是我喝一酒这耳朵也想 而且想的还跟敲骨似的 动 动 动 你往那一躺 那心跳觉得跳得也快 这倒是很奇怪啊 这个喝酒之后也会引起耳鸣吗 李教授 这种情况确实是 临床上确实是有的 我能管这种情况叫做波动性的耳鸣 因为它的表现呢 就是这个耳鸣啊 它是有节奏的 而且和自己的心脏的节奏是一致的 他听到的是那种咚咚咚的声音 还是像脉冲这样的那种 每一个人的描述不一样 有的人说是咚咚咚这种声音 也有的人描述是那种 就是嗡嗡嗡这种声音 但是总体来讲 这种声音呢 它不会 调不会很高 而且呢 它有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呢 是你体位有关的 你站着的时候可能会声音会小一点 你躺下的时候呢 可能会它的声音更会大一点 另外一个呢 确实和喝酒啊 这些可能说是有一定关系的 这种叫波动性 临床上确实是有的 所以您这样想起来啊 我们就更好奇了 一个是和喝酒有关 再一个和自己躺的姿势啊 站的这个体位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得找找原因啊 如果真的是您喝完酒之后 有那种很有节奏性的耳鸣 这个是哪里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看看第一个问题啊 要找对原因 那有节奏的这种耳鸣 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们一定要对症治疗才行啊 是耳朵的毛病啊 还是脑子出问题啊 还是颈椎带来的呢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一下 我慢你分析一下 连续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有节奏的耳鸣 肯定是耳朵出问题了 对吧 耳朵因为很复杂嘛 我们知道分为什么 外扩 内扩 内耳 外耳 中耳什么的 是不是内耳的伤害啊 然后在这个整个系统当中 发生一些病变 我觉得您可能是这个原因 喝完酒之后刺激到耳朵了 对对对对 您自己觉得呢 所以我觉得这酒它上头 是不是就是喝着 喝着脑子出现问题了 这神经支配的问题 把耳朵当当就响了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否清楚啊 当出现有节奏的耳鸣 大多数观众认为是 颈椎 其实应该这个选项比较接近啊 有可能我们真的是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出了毛病 那给大家明确一下啊 当出现有节奏的耳鸣是 大脑 我觉得说比较大脑 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和严重啊 究竟是大脑什么地儿出毛病啊 我们说这个大脑出毛病啊 并不是指的我们脑子里长瘤子了 或者说是脑血管意外了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大脑出问题 会理解成长瘤子 脑出血 脑梗塞 不是这样的问题 我们说的大脑出问题呢 实际上是指的是 颅内的血管出了问题 具体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某一段 那个血管啊 出现了阶段性的遐展 大家看这张图呢 这是一个47岁的一个女性病人 她呢就是出现了一年的波动性耳鸣 而且还有头晕 她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呢 这是一个大脑里边的静脉的 核磁共振的险象 它的问题我们找到了 是这个地方 本来这个血管是这么粗的 结果到这个地方以后突然变细了 到这个地方以后 它是另外一个结构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窄 它变细了 一个阶段变细了 就这边是粗的 这边是粗的 中间变细了 云南有一个叫虎跳峡 那个是金沙江阶段的 它一个一段 你到离着这个虎跳峡 很远的地方 你就能听见那个 哗哗的那种水流的声音 就能传过了 就是我们这个大江大河 它在平原上的时候 它的江面很开阔的时候 你是听不见声音的 可是当它进入到山谷以后 因为它变窄了 而且呢 这个水流啊 它要变得很湍急 它要和旁边的 这个 这个河床啊 这个峭壁啊 还有水之间的产生 剧烈的摩擦 这种声音就会变得 比平原上要大得多了 所以我们能听到 这种轰轰的声音 我们血管里边 这个流体的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当这个血管 有粗的地方 突然流经一个 比较狭窄的地方 然后又变粗 那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它的血流的速度 也会突然加快 所以它也会产生 类似于我们这个 说江河在流经狭窄的地方 出现声音的 那种一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是 波动性耳鸣产生的原理 而且呢 这种狭窄的地方 它一定是靠近了 耳朵的某一个部位 所以这种声音呢 容易被耳朵感知到 那这种耳鸣怎么知啊 这种耳鸣也分轻重的区别 情况 如果轻的话 不影响生活 不影响工作 我们可以 不用管它休息休息啊 或者说 也可以吃点这个 促进血循环的药物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严重的话 它严重影响你的生活 影响你的工作 甚至影响你的睡眠 这个呢 我们就要请专科医生 来进行治疗了 刚才这张片子 是三十一医院的 李宝明教授提供给我的 他是这个领域里面 全国的非常知名的专业 他也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也请他会诊 要给我们解决了 不少这样的事情 这就叫治根了 把那个血管问题解决 耳鸣才能够根本消失 立即啊 立即会消失 所以还是要 这个找对原因 其实刚才啊 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我看看我们现场啊 刚才有很多位观众举手 您耳朵里听到的是 什么样的声音 我耳朵里听到的 有的时候就是刚才那个 就是高压锅的那种声音 嘶那种声音 就是很尖锐的 对对对 对就这种声音 一直在冒气的声音 对对冒气的声音 您耳朵里听到的是 什么样的一种 我就耳朵里头老是 老是好像就是演出 穿那个哨的声 就跟那个鸽子哨的声似的 您听听是不是这样的一种声音啊 来听一下 对对对 是这样的声音吗 对对差不多 以前我们好像要是听到 那个鸽哨的声音 觉得是特美的哈 对 但这要是耳朵里 整天都是叫这种声音的话 那会觉得 就是尤其特安静的 是吧 因为好吵 特吵 那可能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啊 我们就特别不理解了 你说好好的 这外面都这么安静 为什么我们耳朵里的会有各种各样 不同的这种叫声呢 是我们耳朵里到底什么地方发生了问题呢 我们让何佳博士通过一个大模型来给您演示一下 有请何博士 好的小季 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耳朵的结构了 大家看这个大大的模型 我们知道耳朵的结构呢 分成三个部分 那么外面的是外耳 包括耳阔和外耳道 那么往里呢 中间的是中耳 那么最后是内耳 在内耳里面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 大家看一看 我把它拿出来了 像这个蜗牛的壳一样 我们把它叫做耳窝 那么在耳窝当中啊 有一个结构和产生听力关系非常的密切 它叫做毛细胞 那大家看这个模型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放大的毛细胞的模型 是不是看起来 特别像这个浓密的毛发一样 所以呢 我们把它叫做毛细胞 那正常情况下 耳窝当中呢 是充满着液体的 这个毛细胞呢 就像是这个池塘里面的水草一样 一般情况下呢 它自己啊 会微微地发出一些微弱的电流 但是这种电流 正常情况下 我们人体是感知不到的 那如果外界有声音传来的时候 当这个声音通过外耳 中耳传到耳窝的时候 那么耳窝里的液体啊 就像池塘里的水 开始震荡了 那么这种震荡 传到毛细胞 那么毛细胞呢 也会随着这个水波 缓缓地摇动 就像这个水草一样 那么这种摇动呢 就会产生电流 这些电流汇集起来 就通过耳窝后面 这条黄色的听神经 传入大脑 因此呢 我们就形成了听觉 就听到了声音了 那么但是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这个毛细胞啊 它有可能会受到破坏 如果它被破坏了 会什么样呢 我这里有一把剪刀 为大家剪一剪 看一看啊 哇 剪掉了 剪掉了 剪掉 剪掉 那大家看 当这一块毛细胞啊 比如说就像这个池塘里的水草 被人踩了一脚 踩塌了 或者把它拔掉了 这一块空出来了之后 外界没有声音的时候 那么它由于周围 没有了这些毛细胞的支撑 因此呢 它原本微弱的这种摆动 可能就会变得非常的剧烈 这种剧烈的电流 剧烈的摆动 就有可能通过听神经 被我们大脑感知到 那么如果周围的这些毛细胞 它本身是感受高频的声音 那么可能我们耳朵里面听到的 就是非常刺耳的耳鸣 那么如果它本身感受的是低频的声音 可能我们脑海里面出现的 就是一个咚咚咚的闷响 所以呢 这就是不同的耳鸣产生的原因了 下集 好 谢谢何佳博士 刚才你形容自己耳朵里 听到的是那种风声 对 嗖嗖的那种声音 那你通常有没有发现 在什么情况下 这声就出来了 就是最容易耳鸣的时候 是我有情绪的时候 比如说特别特别累 特别特别忙的时候 然后还有什么事气到你了 一下气不打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情绪一下子上来了 想发火 想骂人 嗡一下子就那种感觉 这事和情绪啊 和心情也有关系吗 这种情况 我们叫做情绪波动 所导致的耳鸣 这我们在临床上非常 这也会引起耳鸣吧 对 这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常见 看来我总结的很对是吧 非常对 对 那么从风险来讲 那就是说你的情绪控制越不好 你越放任自己的情绪 情绪波动得越厉害 得耳鸣的风险就会越大 我呢 这个就最近上个礼拜 有一个病人来找我了 非常典型 比孔曼这个还要典型 这个女孩呢 她是在北京打工的 27岁 她跟我说三年以前 她得这个病三年了 三年以前怎么得的这个病 就是在那之前 什么事都没有 她很健康 24岁的时候 怎么得的这个病呢 因为她和同事 她和单位里面的同事 有一个小伙伴 一直就是不对付 就是说 有一些咯咯哒哒的矛盾 结果有一天 两个人因为一件事 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虽然没有到大打出手 大骂的那个程度 但是呢 说很生气很生气 生着闷气就回家了 回家了以后 然后就饭也没吃 就这样生着闷气就睡觉了 然后两点钟的时候 夜里两点钟 发现耳朵听不见了 第二天赶紧去医院 这个做书页呀 又是这个 什么都没有用 而且第二天还出现了眩晕 到现在为止 三个年了 都没有找到 非常有效的办法 是吗 所以这就是 情绪对于耳朵的这个影响 还真的是蛮大的 对对对 但这毕竟还是一层 表面的原因 就跟连续说喝酒 会引起耳鸣一样 当你情绪波动 特别大的时候 究竟是我们身体 哪出了问题呢 来看下一题 当情绪波动时候 引起的耳鸣 这个根本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是神经的问题 热管的问题 还是肌肉的问题呢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连续你帮着童妈 来分析一下 这会是哪出问题的 脑子有病 你是神经有病 我神经病是什么 终于报复我了 我估计是神经 我们来看看 大家的选择如何 对这个问题 是否能认识清楚 这个是偏早清的 一个选择 大家都是这么觉得 对大多数观众认为 这的确是神经出现了问题 是不是这样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你 您有过耳鸣的痛苦吗 尤其特安静的时候 因为好吵 耳朵里的噪音 何时才能消失 找对了病因 有针对性的进行 健康之路 帮您找对原因 除耳鸣 敬请收看 好 欢迎大家回到 由无限局 主家冠名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刚才咱们提到 孔曼现在 一旦是情绪波动的情况下 比如说生气 压力大 就会有那种 呼呼呼的声音出现 这又是另外一种耳鸣 刚才您提到 这叫情绪性耳鸣 那我们找找 根本原因 是哪出了问题呢 应该是 有 还真是神经的问题 可是李教授 这是神经出什么问题了呢 实际上这里要 回答的问题的是 情绪到底引起了 哪里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说 情绪和身体里边的 很多 这个因素 这个方面有关系 那么情绪呢 和它会 引起血管的问题 神经的问题 也会引起肌肉的问题 但是呢 情绪一定要通过神经 才会影响到肌肉 最后导致血管出问题 这是一个 在 尤其是在南方的景区里边 能经常看到的 这么一种 自然现象 对 这是一个大树 然后它周围呢 被这个糖来缠绕着 我们 在这个 我们的身体里边啊 尤其是 颈部以上 进入大脑的 这个血管 特别是 进入耳朵的这个血管 它就是这么一种结构 就里边是动脉 外边缠的这个糖呢 就相当于 那个胶感神经的 神经纤维 如果我们情绪在激动的时候 它会把这种激动的信号 通过这个神经纤维 传递到这个血管的壁上 这个血管壁上呢 又有一层小的肌肉 那个肌肉一收缩 这个血管就会收缩 它一出现收缩以后呢 经过的血液 不就减少了吗 因为这个血管 是要进入耳朵的 那么耳朵里 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应 它的功能就会发生软乱 我不生气的时候 我就好了呀 我不生气 你看我现在 我看着你 我非常愉悦 对吧 来这儿还能学知识 你就不耳朵了 对我就不耳朵了 我都不难 不保证待会儿坐到下午 时间长了 也会累了什么的 就是不耳朵的时候 我就觉得 反正能够自己控制和平复 大家可能都这么想 没办法当归事 这也是一过性的 对对对对 一过性就过了 没办法当归事 那是不是就这种一过性的 由于情绪 所引起来的耳朵 咱只要控制好情绪就行了 不用再去管它了呀 情绪的剧烈波动 会最终会导致耳朵的缺血 这个过程持续的话 那你的耳朵可能出在 总是出在这种慢性的缺血状态 刚才何家博士讲的那个道理 大家都知道了 如果你这个耳朵 出在长期的慢性缺血的状态下 那可能那个毛细胞上面那个毛 可能就会逐渐逐渐地损失掉 那种这种耳鸣 这种状态 这种程度可能就会越来越重 如果要是咱真想治这种 因于情绪引起来的长期耳鸣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们现在呢 是用一种电针的办法 来治疗这种情况的耳鸣 因为电针呢 我们使用的是一种 具有生物电 这种信号的这种电针 用通过针灸针的方式 把这种电信号导入到 有病的这一次的耳朵里面 临床上看呢 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我想请教一下70号的叔叔 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电针治疗啊 没有 没有 那你想不想在现场 亲身地来感受一下 这个电针治疗 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那好吧 我来试一试 我们欢迎70号的叔叔到台前来 也请李教授到台前来 帮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通常 我们在临床上坐的时候呢 会在耳朵周围 还有头上 还有后脑 这些部位 都要做 要扎不同的地方 因为今天在现场 我主要是做主要的血位的血 这是扎血位吗 对对对 这是还是中医的血位 是拿什么扎呀 拿非常细的针 是拿针灸的那种针吗 针灸针 对对对 我还以为是像就是咱们注射肌肉的那种大肠针 感情不是 就是小细针 不是 非常细 也是要消毒 跟平常扎针灸是一样的 对 这个血位的选择也是蛮特殊的是吗 是这样 要选择 什么样的一些血位能够刺激到什么地方 才会环境耳鸣呢 最主要的是耳朵 周围的血润 对 张大一点 这样一弹就进去了 对 要扎两个穴位 对对 最起码点 我觉得您手太快了 这样一弹 那针就进去了 对 你看 下一步就是电针 那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电针 这是连着电的 对 这个用这个鱼夹夹的针 夹的针柄上 哦 有两个小夹子 对 这是通电了 还没有 我要调这个机器 嗯 现在什么感觉 叔叔 感觉有点麻胀 现在刚才有 麻胀吗 现在 在左边的 刚才不一样了吗 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 有 这半拉脸 总是半拉脸发麻了 哦 可是他耳鸣没有啊 真的吗 哦 这不会扎上 就不耳鸣吧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们是用 这种生物电 通过 因为人是个导电体 哦 哦 内外 是相通的 外边的这个电信号呢 完全是可以 传递到里面去的 因为里面那个电信号 刚才何家博士讲了 它已经乱了 哦 我们总得有一个办法 让它的电信号 恢复正常 嗯 这个耳鸣 才有可能恢复症 那就是通电的情况下 然后叔叔现在不耳鸣了 那要是把这个电撤掉了之后 它那个不耳鸣会就一直都好了吗 这两种情况都存在 都有可能 哦 一个就不再明了 当然这种情况极少啊 我们临床上遇到过 叔叔我希望您是幸运的那一个 但是 这次90%咱们就做耳鸣了 这一次咱们就做耳鸣了 是需要反复多次昌食器的治疗 好 谢谢您叔叔啊 也非常感谢李教授 让我们看到这个电针疗法是什么样的 刚才呢 咱们是提到了两种原因 一个呢 是脑子里的血管窄了 再有一个呢 是神经啊 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 会产生一些刺激 都有可能会引起耳鸣 除此之外呢 有一类人群呢 也有可能经常会出现耳鸣 咱们来看看啊 是哪类人群 那哪一种人是更容易出现耳鸣呢 是孕妇 更年期的女性 还是三高人群 现场100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连续你分析 哪个人群是更容易出现耳鸣 我觉得更年期的女性 因为我觉得那个女同志 处在更年期的时候 整个身体状态都是特别混乱的 所以耳鸣也有可能就出现了 更年期女性 更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包括她身体的一些 发生一些变化 所以她们更难 那我们来看看 观众们是否认同两位的看法 来看大家的选择 哲大都说观众选择的 都是更年期女性 是不是这类人 更容易出现耳鸣呢 我们看看啊 在临床当中会发现 三高人群 是更容易出现耳鸣的 所谓三高 三高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对啊 你说现在这样的人 真的太多了 都好几亿啊 那为什么这些人 会更容易出现耳鸣呢 三高人群和耳鸣的关系 还要回归到 内耳的血液供应 这个角度来谈 就像刚才我们 在演示的时候 来看到 那个内耳里边 发生功能是 最重要的是那个毛细胞 不管是毛细胞 还是是你其他 这个组织结构 丧气 它都要 必须 要是人 我们得吃饭 对吧 像那个植物 得要 得要上肥料 那么细胞呢 它也要有血液供应 它才能维持 正常的生理功能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听觉的 正常生理功能 最基本的 要靠这个来维持 三高人群 为什么和耳鸣 会搭上关系呢 因为三高人群 它归根结底 到最后 会引起血管的 某种变化 那么血管 发生变化以后 最终会导致 它所供应血液的 那些个器官呢 会缺血 但我身边 还有一部分老人 他身体也很健康 没有这种 三高的症状 但是他们也会 有耳鸣的现象发生 这是为什么呢 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这个出现耳鸣的概率 百分之三十六 也就是一百个人里头 有三十六个人 是有耳鸣的 我们说这种 我们叫它老年性耳鸣 那我们来为这些老人家 经常会出现耳鸣 再来找找原因 咱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老年性的耳鸣 主要原因又是什么呢 您看看 是因为听力下降了 大脑萎缩 还是动漫硬化呢 现场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一件 连续你觉得老人家 有可能是什么地方 出问题才耳鸣的吗 我觉得应该大脑萎缩了吧 因为我就觉得脑子 这个东西是特别 高科技的一个东西 神经上又特 这么小的地儿 要管很多事 我觉得这个老年人 到那会儿 脑部就有点萎缩 可能就会影响到 听力啊 甚至于耳鸣都有可能 对 既然刚才大夫说他一样 脑子出问题了嘛 还是集中在脑子上 对 大脑萎缩 但也跟听力下降 肯定也有关系的 老年人这个听力啊 随着这个年龄增大以后 他很多是老年性耳聋嘛 反正不是动漫硬化 动漫硬化都是心血管 和脑血管的问题 其实那个那个 A和B应该都有可能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 是否清楚啊 老人家耳鸣 主要大家都觉得 是和大脑萎缩有关系 是不是大脑一萎缩 我们各项功能 都会受到影响呢 等一下广告 让专家来告诉您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小小耳机有奥力 实用不当会耳鸣 我们每天都会遇到 尤其是年轻人 枕头也有大学问 选择不对 你耳鸣 健康之路帮您找对原因 除耳鸣 敬请收看 好 欢迎大家回到 由无限级 独家管理播出的 健康之路节目 刚才呢 李教授格外强调 现在有很多病人 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经常会出现耳鸣 那这个又是什么原因呢 咱们看看 主要是因为 动脉硬化 那动脉硬化 还是跟血管有关系哦 是的 我们动脉硬化是一种简称 它的全称叫做 动脉周样硬化 什么叫周样硬化 就是像我们喝的那种粥啊 粘的 粘粘乎乎的 它贴在了 沉积在了动脉的管壁的里面 这个就像我们家里边 使用的水管子 如果使用的年头久了 它也会积一层那个水垢 里边的水垢增加了以后 那个管腔就会变得狭窄了 对吧 血管也是这样 所以里边的 周样硬化的斑块 越多 你的管腔就越狭窄 刚才连续说 说它可能主要影响到 心脏和脑子是吗 实际上不然 这个动脉硬化 它的影响 不仅限于心脏和脑 因为我们的血管 像一棵大树一样 它的分支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 它可以 就是所有的地方 只要你有动脉硬化 你的血液的供应 发生 供血功能下降以后呢 它会影响到所有的地方 包括耳朵 因为进入耳朵的血管 也是动脉 你上游的这个动脉 发生硬化以后 管腔发生狭窄以后 进入耳朵的血液 它也会下降 所以说动脉硬化 在耳鸣的发病里面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对哦 跟您说 比如说有老年人 年我爷爷奶奶都80多了 我父母也快60了 就是如果他们现在出现耳鸣的话 我们怀疑它是老年性的 叫动脉硬化引起的 那我们应该去做什么检查 还是有什么可以自检的 一些方法吗 如果到我这来说 如果一个耳鸣的患者 比如说他是这个岁数偏大的 我们会问一下他的家族史 家里头有没有这个 得心脑血管病的 包括你的有没有高血脂症 了解病史以后 我们会首先建议它到眼科 大家会觉得奇怪 你这个到眼科干嘛呢 因为我们眼科有一项技术 会不打针不吃药 也不用有创 就可以看到 你有动脉硬化还是没有 这个项检查就叫做眼底镜 那么这个图呢 就是检眼镜 刚才那个我说叫检眼镜 那个检眼镜看到的眼里边的那个图像 你看看这个静脉是不是 这个这么粗 这个地方是不是被它压扁了 根细了 根的地方细了 就是有动脉的 因为动脉的硬化 动脉变硬了 把这个静脉压扁了 所以这是在眼科用检眼镜很容易看到的这个现象 您的意思就是看看眼睛里的血管 然后就知道我们供应耳朵的那根血管 是不是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了 对 检眼镜看到的这个眼底的这种血管的变化 它代表了全身的动脉硬化的一个可能 这是一个窗口 一个窗口 那么有必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的检查 比如说血管残超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场的观众 哪位观众啊 您现在就是耳鸣 而且年龄呢还在60岁以上了 有吗 有的话请举手示意我 79号的观众 那这样我们能麻烦79号的阿姨到台前来吗 来 请您到台前来 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 69了 那您现在耳朵里听到的是什么样的声啊 有时候嗡嗡的 老师就这说话 老师使劲停不见 已经多少年了 有这么五六年了就说 那你有没有检查过呀 没检查过 从来也没有检查过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李教授 是带来了一个显 这个是 叫检眼镜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检查的仪器 我还以为很复杂的 那能帮这位阿姨看看 现在是不是存在着动脉硬化 尤其是耳鸣和这个动脉硬化 之间也没有关系 好的 阿姨您往前看 正前方看 这个小东西 这个太高科技了 这样就能弄出来血管了 对 它有个光可以进入的眼睛里边 进入通通里边 阿姨您睁开眼 先看 尽量的不眨眼 您检查完之后 发现阿姨的现在眼底的动脉 这个阿姨啊 您这个眼底里边 还是就是像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现象 还是有一点 所以我建议您呢 到医院啊 去做一个进一步的 要叫做动脉采超 那能不能够现在推断出来 阿姨现在69岁了啊 这个耳鸣是由于动脉硬化 引起来的呢 我觉得完全可以说 它这个有动脉硬化的因素 那阿姨还是要进一步检查 然后再治疗啊 好 谢谢您阿姨啊 谢谢 也谢谢李教授现场检查 谢谢 其实我们也建议啊 60岁以上的老人家 如果您经常耳鸣的话 最好也到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 这样就能够找到直接的原因了 那如果说检查完啊 确定是因为这个动脉硬化 在动脉硬化了 对 如果是我们确认是这个动脉硬化 引起的这个耳鸣 我想问一下大夫 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去治疗 如果是动脉硬化带来的耳鸣 这个原因确定的话 那么这个动脉硬化 针对动脉硬化的治疗 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治疗呢 主要是内科治疗 吃一些药物 比如说降血脂的药 这些治疗呢 是肯定要需要 第二个那个方面呢 大家回家以后 从医院治疗以后 回家以后 还可以经常 在这个耳朵的局部周围 做一些有必要的按摩 这个 比如说改善一些血流啊 有对这个耳鸣啊 可能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总之对耳朵是有好处的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特别感谢老祖宗 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辉宝 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 有各种各样中西医治疗耳鸣的办法 而且刚才李教授提到一个 耳朵的保健的小动作 那怎么样来做 也能够帮助您来还击耳鸣呢 我们让何佳博士和一位专业的医生 来交给您 邀请 好的小季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 中日友好医院的刘乃刚医生 刘义生你好 咱们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按摩保健的方法可以缓解耳鸣呢 有我们这个呢有五个动作 然后每个动作呢有四节 这样因为呢我想啊可能现场我们的观众朋友并不是每一位都有这个耳鸣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一起来学一学好不好 因为可能我们平常啊邻居朋友啊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咱们学会的也可以交给他们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也希望您呢也搓热自己的双手 跟着刘义生来学习好不好 第一些是柔听功 柔听功 听功对 我们的听功在哪呢 在我们的耳屏前边 这个张嘴的时候啊 这个有一个凹陷 这个穴位呢就在这个凹陷里边 听功穴 对就在这个凹陷里边 两边都有 对两边都有一边一个 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大拇指呢 放在我们的听功穴上 然后手呢自然的放在我们的头部的两侧 然后呢我们做四节 每节呢八个数八个数 然后这样一 就是画圈 对 暗揉 先是顺势针揉 然后是逆势针揉 就是往前 往前八下 八下 然后往后八下 那这样我们带着大家来做一遍吧 好 预备 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然后逆势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总共做四节 这个就是揉听功 揉听功 我们揉的时候一定要按在这个穴上 这个手指头不要移动 不要跟皮肤有摩擦 好的 这是揉听功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是揉一锋 一锋在哪 对 一锋 在我们的耳锤后边 这个有一个凹线 小凹线的这 也是用我们的大拇指压在上面 先顺势针揉八次 然后再逆势针揉八次 这个水好像按起来有点疼 对 有点酸胀 有点酸胀的感觉 我们按的时候呢是往前上 前上方 明白了 就是这样呢会有一个酸胀的感觉 然后也是我们按四节 每节做八次 这个也是四节 然后这是一锋 第三个呢 第三个呢我们是搓耳根 用我们的大拇指 在我们的耳根后面上下搓 好 这是第三个 对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呢 是我们揉风持续 这有两个比较大的肌肉 这个呢叫斜方肌 这个呢叫胸锁乳突肌 在这两个肌肉的 之间的这个凹线里面 我们可以自己压一下 这个地方有 这个好像按起来也有一点酸胀的感觉 这个是风持续 您讲了五个 第五个是什么呢 第五个叫明天骨 明天骨 明天骨呢 这个呢 是用我们的手 手掌 捂在我们的耳朵上 捂在耳朵 然后呢 把我们的中指啊 放在我们的后脑勺上 中指放在后脑勺的位置 对 然后用我们的 再把我们的食指呢 压在中指上 压上去 然后使劲往下弹 弹 伤在这个臭枕部 这样就有一点 蹦蹦蹦的这个感觉了 我们会听到那个 蹦蹦蹦的响声 这样就对了 好 那刚才这五个动作呢 也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揉的时候 就是每个动作 做四节 四节 然后呢 每节做八次 每节做八次 对 两个方向 对 我们流着来 对对对 那这些 为什么按揉这些血位 它可以起到 缓解耳朵的作用 从中医学讲呢 我们这几 这些地方 都位于我们耳朵的周围 这几个穴位呢 也都跟我们的耳朵 有一个密切的联系 它的巡形呢 都进入我们的耳朵里边 所以呢 它能疏通我们 这个耳部的这个气血 从西医讲呢 我们这个按摩的刺激啊 能促进这个耳部的循环 同时呢 它也有可能呢 我们这个 啊